继续来关注第三盘 马龙对阵比利时球员阿勒格罗 前面两局马龙轻轻拿下 现在第三局 6比8落后 好球 七比达 9,7 对方这一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7比10 这有点没想到 对方看这一局能不能逆脚回来 阿勒格罗 阿勒格罗 9比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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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球 10 5 5 10 11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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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 5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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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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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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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 6 6 5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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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 6 6 6 7 8 9 7 被对手扳回一局 好机会 把丢了 整个春节期间 国拼一直在训练 一直在备战 釜山士兵赛团体赛 对球员的感觉也是有些压力 对手再追一分 从今天上午的女团比赛 再到 晚上的男团 可以看出 现在我们再来打这样的国际比赛 不管对手的实力强弱 每场比赛都必须要 百分百的投入 9比5 又是一般震受机会打丢 10比6 这样马龙拿到了 本场比赛的赛点 10 7 11比7 马龙拿下最后一分 3比1 击败了比利时球员阿雷格罗 这样的话 本场比赛国拼3比0 击败比利时 获得开门红 国拼男队 同样是获得开门红 希望在后面的比赛当中 能够打出更好的状态 给球迷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 感谢观看